台湾现在不只面临到缺水 长期以来的林地生态也遭受到了威胁 森林不只有人类的破坏 同时也面临到外来种植物的入侵占地 真实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 佛光山举办了绿色工艺论坛 邀请到生态保育专家 透过了数据以及影像 让更多人来了解 森林里面迷路 迷路是因为其实山况非常不好 台湾山林间常见的外来入侵植物 小花曼泽兰因为藤蔓的攀附 会使得原生植物无法行光合作用而死亡 惠之法师与环保人士杨文德 走访台湾山林看到森林危机 佛光山举办绿色工艺世界气候国际论坛 以线上直播方式邀请专家学者 以及绿色企业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 因为现在可以说全球暖化 那么气温慢慢的就上来了 就是空气中这个碳的含量增高 所以导致于整个气候的变迁 可以说都是两极化 这个气候不但影响我们的生活 甚至更严重的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存 不管是透过论坛或是透过种树 总是每一个人发一点心 来关心我们这个地球 这个T20是一个超越联合活动去森林的一个重点 那我明白说这次佛光山特别做一个植树造林的计划 那植树造林这件事其实在接下来 全世界的碳管理来讲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活动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最主要是说这几年台湾在碳管理上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那接下来在世界的脉络底下 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这场论坛透过线上分享 让民众认识气候变迁的严重性 企业界也传承他们的宝贵经验 那为了让绿色供应链能够成长的话 我们所做的很多的研发 我们是公开给大家全部使用的 我们并没有去特别绑所谓的限制权或专利 而是说把这些成果 就是把供应链都公告给大家 气候危机是人类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这场绿色供应世界气候国际论坛 鼓励大家成为地球队长 参与灵地富裕 从你我做起 人间卫视五庸曲高雄采访报导 好 好 谢谢观看